耶利米哀歌 第五章 追趕我們的 到了我們的項項上 我們疲乏不得血色 我們投降埃及人和亞術人 為要得糧吃飽 我們列祖犯罪 而今不在了 我們擔當他們的罪業 勞博核制我們 無人救我們脫離他們的手 因為曠野的刀劍 我們冒著險才得糧食 因飢餓燥熱 我們的皮膚就黑如爐 敵人在石鞍碾污婦人 再猶大的成一碾污婦女 他們吊起首領的手 也不尊敬老人的臉 少年人抗磨石 孩童背木柴 都半跌了 老年人在城門口斷絕 少年人不再作樂 我們心中的快樂止息 跳舞變為悲哀 冠冕從我們的頭上落下 我們犯罪了 我們有禍了 這些事我們心裡發昏 我們的眼睛芬花 石鞍山荒涼 野狗行在其上 耶和說 你傳道永遠 你的寶座傳道萬代 你為何永遠忘記我們 為何許久離棄我們 耶和說 求你使我們向你迴轉 我們便得迴轉 求你復申我們的日子 像古時一樣 你竟全然氣絕我們 向我們大發烈怒 寶庭